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很多次讲书都提到了一本书,一本《沟通圣经》,叫《非暴力沟通》。 我真的强烈推荐给每个人都买一本这样的书,至少读两遍。 不但要读,而且还要好好练习。 真正在生活中养成非暴力沟通的习惯,那么你身边的人会越来越愿意跟你聊天沟通。 跟你沟通就会更加的舒服,而且他们还会觉得你变成了一个高情商的人。 《非暴力沟通》这本书呢,教会我们说,也教会我们听,帮我们更好地进行情感沟通。 非暴力沟通有四个要素。 第一要素,观察。 客观地说出观察到的事实。 第二要素,感受。 说出自己的感受,让对方和自己的内心链接。 第三要素,需要。 提出自己的需要。 第四要素,请求。 说出具体的请求。 《非暴力沟通》的第一步,描述一些客观事实,不做任何评价和评判。 那如何区分观察和评论呢? 观察的意思是看。 看什么呢? 看客观事实。 评论是从一定的立场和角度出发对事物的一种主观评价。 比如我们说,这个人好丑,这是主观评价,是观点。 因为每个人对丑的标准不一样,而事实是对事物的客观描述。 如果我说,这个人脸上长满了麻子,眼歪嘴斜,这就是事实。 是有理有据的客观描述。 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体会观察和评论的区别。 我们会经常听到身边的人评判,你怎么这么笨,你怎么这么傻,等等。 听完我们会不加求证地觉得又愤怒,又难受。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做出第一步,区分观察与评论。 马上想出来,哦,这其实是对方的一种主观想法,一种观点而已。 因为事实是,你知道你不傻,不笨,只是在这次考核中输了比赛而已。 明白这一点,你就不会因为他人的不负责任的主观评价而不开心了。 同时,我们要学会非暴力地表达。 比如,生活中我们经常喜欢这样说话。 表面上没有什么难看的字眼,不过细细琢磨,其实伤人于无形。 这些话类似于,你怎么老是这样,你怎么总是丢三落四,你每次都不认真,你一辈子都不会有出息。 当我们说出这些话时,对方肯定会很生气,反击。 我没有,我哪里不认真了。 老是,每次,永远,经常等类似这种词语的杀伤力和破坏力极强。 有人称他为不负责任的静态语言,即一棍子把对方打死的语言。 对方会想,反正你这么认为,那我就真的这样了,他可能会真的一辈子都没有出息了。 非暴力沟通指导我们要基于特定的时间和环境中的观察来发表自己的见解。 那达到的效果就会完全不同。 作者马歇尔说,如果我们的语言言过其时,别人很容易产生逆反心理,而不愿意做出友善的回应。 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把看到的事实告诉他。 例如,男朋友忘了你们的纪念日,你不要直接说你总是不记得我们的纪念日。 而是说,从我们在一起到现在五年,你有四次忘了我们的纪念日。 我很难过,担心我们的纪念日对你来说是不是不太重要。 这样的表达不会伤人。 印度哲学家克里·西纳木蒂认为,不带评论的观察是人类智力的最高形式。 很多姐妹都说,没有办法跟男朋友或者老公沟通, 一张嘴就吵架,一吵架就冷战,感情越来越差。 其实,学会非暴力沟通,你们会越来越恩爱。 不知道怎么让老公开口,不知道怎么说,老公才肯听你说。 添加我的助理咨询是微信,恋爱成长006。 学会高情商沟通法,让你们的沟通越来越顺畅。 非暴力沟通的第二步,区分想法和感受。 那么,什么是想法,什么是感受呢? 我们来体会一下下面的几句话。 我觉得你不爱我了,我觉得你对我不好。 你跟别的女生聊天,我感觉很难受。 你不来看我,我对你特别生气。 很明显,第一第二句都是想法,第三第四句都是感受。 非暴力沟通告诉我们,如果你要让对方更好地理解你, 你应该直接说出你内在的感受。 所以,先说事实,再说感受。 比如,你跟男朋友之间闹别扭,你在生闷气, 觉得男孩子不爱你, 你男朋友还照而合上摸不着头脑呢, 为了你,你也不说。 他也就开始生气了, 用更强烈的情绪去压制你, 结果,你们两个闹得不欢而散。 男生会说简直无理取闹, 这么连小事儿,有什么好生气的呢? 而不是说,你为什么会这样? 你是不是感到很担心,很焦虑呢? 培养准确地表达感受的能力非常重要, 而养成这样的习惯, 其实也非常简单。 作者为我们整理了一个内在感受词汇表, 幸福、喜悦、欣喜、甜蜜、感动、激动、乐观、 自信、害怕、担心、焦虑、忧虑、紧张等等。 虽然只是简单的两三个字, 但可以让你把感受准确地呈现给对方, 非常有效。 当你准备与对方非暴力沟通的时候, 你需要做的是静下心来, 慢下来, 问问自己, 我要说的这句话是一个想法, 还是内心的一种感受。 所以, 当两个人撕逼的时候, 你的嚎叫与烦躁根本没有办法, 只能静下心来, 慢下来, 说出基于事实的感受, 对自己这样, 也要引导对方学会表达感受。 非暴力沟通第三步, 我有这样的感受, 是因为我需要, 说出具体的需要。 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十分鼓励个人表达需要, 渐渐地我们也不会表达需要了。 比如, 你工作了一天回到家特别辛苦, 看到老公悠闲地坐在沙发上, 忍不住地唠叨, 抱怨。 而老公呢, 也特别不耐烦, 你就会愤怒, 因为你不会表达你自己的需要。 我忙了一天, 很累, 我需要休息, 需要安慰, 需要轻轻抱抱举高高。 而是用一种不太明确的行动或语言来表露自己的心声, 对方当然不太理解。 所以, 如果你不看中自己的需要, 那么别人也可能不会看中你的全部。 如果直接说出需要, 如果直接说出需要, 让对方明白你到底要什么, 就有可能获得对方积极的回应。 我们经常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 生气, 愤怒, 崩溃。 但这个问题的本质是什么呢? 其实, 问题的本质就是我们的需要, 希望对方按照我们的想法变好, 希望对方爱我们, 关注我们。 但生气的时候, 我们往往条件反射地批评对方的错, 而不告诉对方, 我需要的是什么。 如果老公不做家务, 你会生气指责他懒惰, 不负责, 不体谅你, 但你没有告诉他, 你需要他马上拖地, 为你分担家务。 你为什么没有直接地说出来呢? 当我们生气愤怒时, 慢下来, 别把自己的关注点, 放在对他人的评价上, 而是放到自己的身上, 问问自己, 我为什么生气? 我为什么愤怒? 我可以把自己的需要告诉对方吗? 因为凡是有沟通, 就是有需要, 需要被满足, 危机便会化解。 非暴力沟通的第四步, 你可不可以向对方提出具体的请求? 说完需要之后, 我们就希望我们的需要是可以被满足的, 所以就要进行第四步, 提出请求。 提出请求虽然简单, 但为了达到理想效果, 需要三个条件。 首先, 请求必须具体。 什么是不具体呢? 比如, 你对老公说, 你以后能不能对我好一点? 他肯定不明白, 我觉得自己一直对你挺好的呀, 我什么时候对你不好了呢? 你要说, 你以后能不能每天下班后准时回家, 回家陪我看会电视, 那对方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其次, 一个好的请求是正向的影响, 也就是告诉他, 你需要他做什么, 而不是不要做什么, 而且还必须是一个非常清晰的行动方案。 最后, 好的请求不是要求和命令, 不要说你马上给我怎样, 你必须怎样, 赶紧怎样等等的话, 否则对方肯定会反抗你。 任何一个人都不希望被逼着去做事, 而喜欢自己自愿地去做事, 合作地去做事。 我们要尊重对方是一个独立的人, 他有他的自由和权利, 这时候, 我们可以把你必须怎样, 换成你可不可以, 或者你可以干什么吗? 对方答应的可能性就会高很多。 最后总结一下, 非暴力沟通的表达框架, 事实, 感受, 需要, 请求。 按照这四个步骤, 别人会更加容易理解你, 你也可以获得一个更好的自己。 最后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恋爱成长学会的刘瑟, 立志新作搜索力, 已经在当当网发布, 这是一本写渴望快速简洁地找到人生答案的认知升级之书, 新颖简单实用的效能手册, 给你可能的人生捷径。 人生中90%的问题早就被人回答过, 你只要搜索就好。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感谢大家的收听,